我今集的這位馬路自己有 就是自己創立了一間公司 二十多歲 那間公司是做租車的 其實租車以香港來說 不算很盛行的一件事 首先為何會想到這件事 第二就是為何會想創業這條比較崎嶇的路呢 我現在23歲了 其實我18歲已經開始創業了 還年輕一點 那時就是因為我很喜歡車 18歲的時候考過車牌就跟朋友夾分買了人生第一架車 很便宜的 那時幾千元的車 就發現了汽車限制這個社會的問題 於是想著用租車這個方式去解決這個社會的問題 在國外或者在一些 overseas的市場 其實租車或者汽車共享這個概念已經很成熟 因為真的會解決到汽車限制的問題 但是香港就不是太成熟的 所以我們就看中了這個機會 但是18歲到現在 沒理由當中創業的時候 沒經歷過一些高高低低的 我們說一些比較挑戰的東西 有沒有呢? 有的 一開始自己做 因為年輕和經驗不足 就有很多問題出現了 例如被租客偷車 例如有些租客撞到車之後不賠錢 令到當時我所有的汽車都損失了 所有啊? 所有的汽車都損失了 即是相計 一單只有一單 都是自己的經驗不足 都是一個教訓 第二單就是之後做的時候 很難找到投資者 因為我年輕 很多投資者都覺得我沒有相對的經驗 或者覺得我應該在這個年紀讀書先 就會有這種的意見 所以就會有這兩個挫折 其實那時都挺辛苦的 你是用了多久的時間去重整自己的旗鼓? 其實那時調整回來 其實都不是很長時間的 就是想著 既然問題都出現了 不如就繼續租下去 找投資人那裡其實那裡都挺久的 都持續了一年多 我找了超過一百間投資機構 其實那時都沒有回音 甚至有些回音是覺得 覺得我不適合去做這件事 總有些機會在夜蘭人靜的時候 想究竟我是否繼續下去呢? 有的嘛 有的 當然有的 因為我經歷了第一次失敗 那就覺得 接下來是沒有投資人去接觸我的時候 就覺得 是否第二次失敗都要來呢? 那第二次失敗是否真的不適合做這件事呢? 因為我一直有一個左右明白的 就是我覺得不乎夢想者歸在堅持 就是這個實際上很多人都有夢想的 但是你遇到錯自己的時候 堅持下來才會是成功的那個人的 那時候就覺得 我應該堅持下去 最後也都很幸運到一個投資人 去繼續這份生意 所以很多時候這些可能是一個 上天給我們的小小的考驗 可能度過了一個難關 你會發覺你走的路未必是直線的 可能是會走左邊走右邊 但是都會走到自己的路 所以接下來的時間 Ken 要努力吧 當然 好